以巴战火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二度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在18号将要造访以色列 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知识 并且了解军备需求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国会演说时表示 以色列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战胜哈马斯 但是胜利需要时间 而另外以色列军方也证实了 哈马斯挟持以色列199名人质 但哈马斯宣称他们手上至少有200名到250名人质 由于用人质来跟以色列交换 大约6000名巴勒斯坦囚犯 明星期日总统拜登会赢了以色列 他来到这里为了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18号将造访以色列 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并了解以色列的军备需求 促使国会通过军援法案 拜登也会在同一天接连访问约旦跟阿曼 会进中东各国领袖 讨论人道援助议题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想访问以色列 但以色列以时机不宜为由婉拒 火球划过天际 空袭警报大作 就在布林肯二度访问以色列时 第二大臣特拉维夫16号晚上 再度遭到哈马斯火箭袭击 第一大臣耶路撒冷稍早同样遭到空袭 以色列国会开到一半 不得不暂时修会避难 国会瞬间变得空荡荡 索性以色列的铁装防御系统 都顺利拦截 没有酿成伤亡 外船以巴达成协议 16号在加萨南部停火 以色列跟哈马斯双双否认 两方持续交火 以色列也轰炸了加萨数十个目标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还警告伊朗跟黎巴嫩真主党 别想在以色列北部边境轻举妄动 以色列军方证实 哈马斯挟持以色列199名人质 但哈马斯宣称 他们手上至少有200到250名人质 想用人质交换6000名 关押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 已有15名记者死于这场战争 包含11名巴勒斯坦人 是乌俄战争以来的最大浩劫 欧盟本周将开设人道援助空中走廊 将外界援助送到加萨 缓解人道危机 林优任编译